大家好,我是三喵鞋猫上岗 之前我做过一个直播 当时是聊如果你在一个让你不开心的环境里面怎么办 其中提到了我过去在这个留学培训机构 就是我教托福,教雅思那段时间的一些经历 然后就有朋友留言 他说三喵,我是一个游文和巴萨球迷 然后我这里提供一些各种各样的观点 各种各样的信息 非常好 感谢这位球迷朋友 他提供的一个信息说 这个国外的很多的学生 他们的这个必修课里面就有拉丁文 所以他们看这个英语的单词 哪怕您不是这个英美的学生 如果您是反国学生 如果您是丹麦学生 是个德国学生的话 您有这种拉丁文的词根的这种构建的基础的话 看这种东西会相对容易一点 这位朋友说的对不对呢 还是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啊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见过的很多的中国的留学机构 对外声称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叫语言培训 为什么呢 他们经常说 托福考试 雅思考试 它只是一门语言考试 包括我教学生作文吧 那很多老师会跟学生说 这个就是一门语言考试 你把语言写得过关就行了 你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 那么好 它只是一门语言考试吗 这话我会问我的学生 你信吗 你只是一门语言考试 学生都说不信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这个中国学生出国 只是我们就把木窝放托福考试 这个基础上 它欠缺的 难道只是语言吗 它还有别的吗 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分四块来说 就说 当然这四块两大块 就是这个阅读跟听力 是一大块 因为这个我们说是输入 然后口语跟写作是一大块 这个叫输出 你欠缺的是什么呢 首先你阅读跟听力这块 很多的那种学术话题的 这种听力跟阅读 有人说学术话题 其实我是不怎么赞成 说是学术话题 这不就是常识吗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有一篇文章讲到这个 罗马和希腊 对吧 那个我就问一个学生 我说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罗马和希腊 是这个西方文明的企业 啊 他们两个是文明啊 我以为他们两个是地名呢 对不对 这样的孩子 对吧 之前阅读是五分哦 百分三十分 这样子 对吧 他很多的词 他都认识 但是他get不到这个点 对吧 你说罗马希腊是文明 这难道不应该是个常识吗 很多中国学生是没有这点东西的 这跟他学多少拉丁词根 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那为什么考你这些啊 对不对 因为很简单 就是这个东西在人家的学校里面 这就是教的呀 你想想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中国的很多人文的教科书 教的那都是什么鬼玩意儿啊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 你常识都没有 你底层逻辑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 你遇到那种 在英美国家 在丹麦 在反国 看上去像是常识的东西 你当然会觉得很突兀 很生疏了 那突兀考试 是不是个语言考试 是 没有问题 这话对德国学生说 对一个典型的德国学生 一个典型的反国学生 说这句话 没有问题 但是你对一个典型的中国学生 说这句话 他不管是体制内的学校毕业的 还是那种体制外的 所谓的贵族学校毕业的 他大概率 他不只是一门语言考试 你很多的常识 很多的底层逻辑 你得恶补 比如就说 罗马和希腊 这两个其实啊 他不只是两个地名 他是两个文明 这个叫古典文明 为什么这个西方文明是根植于这个 你得给他们去讲这些 对吧 不然你这阅读看不懂啊 你的听力听不懂啊 你知道托福的听力什么特点啊 他就给你放一遍 那个学术讲座 放的时候连题都没有 这很多中国学生就崩溃了 你知道吧 哎呦 这个我怎么办呢 对啊 这个我连题都没有 然后只能就寄一堆鬼话符的玩意儿 然后到最后你听完了 这个题力不会再给你放第二遍 题蹦出来 来做题吧 傻音了吧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老师 自己都不明白这些东西 自己也讲不来 对吧 因为你要讲的不只是 希腊罗马式文明 这样的一个事实 你更重要的是 要把这个底层逻辑给串起来 就是历史学 你到底该掌握哪些系统的常识 历史学底层的叙述逻辑是什么 生物学 你到底该掌握哪些系统的常识 天文 地质 考古古生物 这些学科 那么它整个的叙述逻辑 批判性思维 理论和政绩的关系 要系统的跟学生讲 那很多老师是不懂的呀 所以只能告诉你 这玩意儿叫语言考试 你只用去听那些关键词就可以了 什么 because there are for 这玩意儿 可是 对吧 你觉得命题方是傻瓜吗 根本不是 因果关系 cost effect relationship 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考你吧 你比如说 这个lead to 对吧 responsible for 这都是可以表示因果关系 那您的那个 所谓的信号词 您这个词表感到是无限的吗 您让学生去记吗 那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 这就是新东方style 对吧 如果这个style管用的话 那不是新东方的很多培训机构 也是用这种方法教学生的 但是 如果这种方法管用的话 中国学生做不成绩 你无法解释 很多时候 都是比较不理想的 这么多年 都没有怎么变过 对不对 那这是阅读跟听力 那我们说说口语跟写作 有人说 那个 只是一门语言考试 我自圆其说就行 我这么怼他的 我说希特勒的演讲 也非常能够自圆其说 格佩尔的演讲 也非常能够自圆其说 你这如何解释呢 然后我都没想到 他给我来个回答是什么呢 格佩尔是谁 而且 希特勒这人不是挺不错的吗 你让我怎么回答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 托福考试 之前那个写作 考过一个题目 对不对 我说过 经济危机的时候 医疗教育和事业救济 政府该在 哪方面去减少开支 包括你比如说 如果你是一个市政府的领导人 如何去改善 这个城市的 整个的 一个年轻人的就业环境 有下面三种路径 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 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 这个给企业减税等等 这是政府的角色 你再比如说 跟过去比 现在年轻人 是否对政治 越来越不感兴趣 很多孩子 连政治都不知道是什么 那有人说 你这不就是讲一些 那个 这个 敏感词的话题吗 对不对 你这讲这些东西 不就是一些反动的话题吗 不止 哪怕你讲一个 非常非常 看似简单的话题 很多孩子 连这些常识都没有 对吧 您就比如说 您就说一说 这个城市和农村哪个好 那城市里面 公交系统很发达 很多学生会说 公交系统我需要吗 我都是我爸妈开车 或者说我驾司机 开车来接我 对不对 那 连地铁都没有坐过的人 你觉得 他们会了解这些吗 那 好吧 那 他们写的东西 当然是非常非常 不识人间烟火 说的东西 也是非常非常 不识人间烟火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您把您的语言 给弄的花里胡哨的 您把您的英语 弄出花来 请问您写的东西 都是 对吧 我就不想说什么了 简直就是 可以说是非人类 反人类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您的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得高分呢 如果您这东西 都得高分的 那么那些 稍微正常一点的文章 那么能得多少分呢 对不对 但很多老师 显然也不具备这些东西 我说的难听点的话 很多老师 本质上 也是一个小粉红 那么小粉红的世界观 是什么样 你们懂的 对不对 所以只能告诉先生 怎么去凑字数 怎么样去凑时间 对吧 有一个口语老师 我之前直播里面说过 什么 my grand pot what said 什么什么 因为托福口语 一开始 那个题不是45秒吗 对不对 上来就说 我的爷爷说什么什么 然后就 各种报菜名 就anyhow 就这样凑个45秒 然后 就看天生了吧 就这个样子 阁下 跟这样重置在一起 你怎么能考好托福呢 咱就不要说 你去国外 怎么去适应生活了 对吧 所以我见过了很多学生 托福考了十次呢 对吧 那个托福不上一百分 不改名 没改名呢 对不对 就很多 很多这样 对吧 这些话 我都讲过不知道 多少回了 只不过这个 直播里面提到了 有朋友问了 我又再次给翻起来而已 真的还是 再次感谢 那位球鸣朋友 当然这一期 录到这个地步 我知道一定会得罪不少人 一定会有之前 给我留言的那位朋友说 三彪 你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了 对吧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 那个脚踏实际的态度 行 您该说说 我呢 也是该说说 这总行了吧 今天这个话题 咱们就聊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